印度一村民发现山上有鬼,于是组织全体村民上山抓鬼。 78岁老太生孩子,结果还生出来了一个怪物。 几个印尼小伙居然在一棵香蕉树里发现了一棵人的头,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非常离谱的网络视频。 印度虽然在2014年就进行了厕所革命,但是事到如今很多人家里仍然是没有厕所的。 这天,一个村姑夜里外出方便,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 不说这东西是鬼了,就算是个人,这大晚上的就这么钻出来也吓人吧。 妇女健庄立马跑回了村子,把她见到的事情告诉了村民。 两个不信邪的年轻人听了以后,立刻就朝着十发地赶了过去。 结果,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之后,他们立刻报了警,过了一阵,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就来了,村里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也闻讯赶到了现场。 就这样,几个村民带着当地警察一起在树林里搜了起来。 注意,我们会在树林里搜索的地下里。 包括我们小时候。 铺人民共同行大城。 温定的旅途是否。 不是这个新闻,可是这个最令人已与过在树林里搜导宿里搜索。 你们明天可以去找树林里场。 这没问题了。 一阵惊呼声中 村民和警察终于集体目睹了这个不知是僵尸还是鬼的东西 因为现场没有人清楚这是什么物体 与其对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大队人马与这个不明物体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段时间的对峙以后 这东西朝树林里移动了进去 警员和村民们也跟着走进了树林 在树林深处 他们再次发现了这个东西 一名警员吃了颗蚂蚁大理丸 拿着火把就走了上去 不一会儿 警员回过头来和警官嘀咕了几句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带队警官并没有下令采取任何措施 他说这个事情嘛 以后我们会处理的 你们呢就不要来这里上厕所了 接着就带着队伍下山了 可过了好久 村子里迟迟没收到处理结果 之后这是在村里开始传得沸沸扬扬 小伙子们趁着天光再次跑进了这片树林 但是很可惜 这大白天的他们却什么都没找到 这天晚上 村里勇敢的南丁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了一个捉鬼队 拿着家伙就集体上山了 画面里可以看到 一些村民举着火把 一些拿着武器 其中还有人手里端着枪 就这样 一大群人冲进了林子 不知道是不是人太多洋气重的原因 村民们在林子里转了半天也没发现蛛丝马迹 可就在他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 那玩意儿跑出来了 这可是妥妥的恶魔呀 持枪的村民举起手中的猎枪砰的一声 也不知道这东西算是鬼呢还是僵尸 虽然被子弹打中 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反过头来追到开枪的村民就是一阵撕咬 男子流血不止被送上了救护车 你看吧 这印度的鬼还挺厉害的呢 这第二段视频呢 将一位78岁老胎生孩子 结果还生出了一个怪物 你说离谱不离谱 这天呢 自媒体的大V孩儿兄弟 他们听说附近郊区有一位高龄产妇要生孩子 哥哥想都没想 当晚就带上了拍摄器材和弟弟开车前往了 车上弟弟问 别人生孩子我们两个大男人去凑什么热闹啊 哥哥说你懂个屁 叫你去拍片又不是叫你去接生 我们只要把过程拍下来 当这片子做好以后 我们可以在视频下方挂个链接 卖奶粉 我们有七百万粉丝 你还怕奶粉卖不出去吗 顺着导航呢 孩儿兄弟很快找到了这名产妇的家 这是一间白墙黑瓦的小楼 屋里没开灯 看情况 这主家应该已经睡觉了 兄弟俩停好车 走到了屋子前敲开了门 给兄弟俩开门的是一名中年妇女 名叫露西 这看上去呢 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吧 海尔哥问 阿姨 请问要生产的女子是你吗 我们是来拍摄你生孩子的 女子说 你俩会不会说话的呀 阿什么阿 阿姨什么姨 你全家都是阿姨 再说 我肚子有那么肥吗 像是要生孩子的人吗 真是的 海尔哥健壮赶忙道歉 露西接着说 要生孩子的人是我妈了 完了便招呼两兄弟进了屋 海尔弟跟在后面心想 这女儿都真年纪了 那她的妈妈得多大了呀 兄弟俩跟着露西走进屋 这时已经将近晚上十一点了 本以为作为高龄产妇的露西妈 已经睡觉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她抱着大肚子走了出来 看到兄弟俩的到来 露西妈妈很热情 她说道 小伙子你们这么晚过来一定饿了吧 你们先聊着 我去给你们做饼干吃 海尔弟心想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 这还挺着个大肚子 还做的毛线饼干呀 但是架不住对方的热情 兄弟俩人只好回到了客厅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露西妈就从厨房端来了一盘刚出炉的饼干 并且说道 吃吧 孩子们 海尔弟拿起一块饼干看了一下 赶紧说道 这个 这个是莲藕饼干吧 可惜我们不爱吃 海尔哥打叉说 阿姨 您别忙了 坐下来歇会儿吧 他问露西 你这马上就要做姐姐的是什么心情呀 能说说你母亲是如何在这个年纪怀上的吗 只见露西一脸愁愁 他说道 这不是自然的 她是78岁 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你有试试她怎么扮演这个孩子吗 我怎么能问她 她前年轻的心失了 妈妈 你怎么回事 你看 亲爱的父亲和我 都很爱了 海尔哥拉注录西妈的手关切的追问 你不说实话 我们这纪录片很难拍下去啊 可就在这时 海尔兄弟虽然见多识广 可他们毕竟没生过孩子呀 露西见状赶紧说道 你们稳住 我车里有节省用品 我这就去拿 说着就跑了出去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露西走出屋子坐上的车 就扬长而去了 海尔弟一看着情形马上慌了 说 哥 这一家人很不对劲呀 我们两个男人也不会接生 我们也走吧 哥哥说 不要慌 露西肯定是到镇上叫医生去了 待会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们得留下照顾老太太 顺便拍摄素材呀 这另一边 老太爷走了过来 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的 我现在没事呀 这真是辛苦你们了 你们不喜欢吃饼干 那我就下碗面给你们吃吧 海尔弟一边扭着被羊水见尸的袜子一边说 别呀 你们别忙了 我们已经饱了 说完就跑回客房睡着了 这转眼就来到了半夜 露西还是没有回来 沉睡中 海尔兄弟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阵阵的尖叫 这是露西妈要生了吗 他们顺着声音找到了杂物间 在这里 只见老太把自己架在了之前搭好的产床上 而床下 黑乎乎 石碌碌的 也不知道这之前发生了什么 年轻的兄弟两人哪见过这种情景啊 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 老太这边嗖的一声 一个东西从铲道里弹射了出来 兄弟俩人一看 这刚生出来的婴儿怎么还会逃跑呢 他们跟着血迹一路追了上去 什么是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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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it OK OK 看 看 我们在那里 好 你们知道的 这还是两兄弟吧 干啥啥不行逃跑第一名 最后总能逃脱成功 我认为它已经掉了 哥哥有什么在那里 什么 什么是他们做的 第三个视频 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尼的香蕉树 大家知道 东南亚有很多香蕉树 一些拳手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香蕉树上练拳 这类的视频网上很多 然后呢 一些观众看后也开始学着视频里的拳手那样没事整两下子 这天晚上 几名有力没出使的印尼小伙子聚在一起打树 打着打着突然就发现 这香蕉树开始从里向外渗透出红色的液体来 不会是有人把自己的手打出血了吧 经过检查 这也没有人受伤了 那这红色液体是从哪里来的呢 难道是这香蕉树流血了吗 于是 他们就像包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的包开了树干 这一下可把他们吓得不轻啊 有人当场就吐了 有个胆大的回去拿了把刀 他要把树干劈开看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就当他们再次把镜头移到树干的时候 那人脸却不见了 而待他们把树干砍到以后 这棵香蕉树和其他的树也没有任何区别 那刚才的人脸哪去了呢